歡迎來到我的健康筆記 今天為大家講的是我內心印象最深 然後也覺得最難過的胰臟癌 胰臟癌在最新的國健局的統計 它的死亡率的排行榜排名是第七名 身為一個外科醫師 其實在走外科這條路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外科醫師 都會希望把自己的外科技術練好 因為手術有時候就是一個立竿見鳴的效果 所以你就會很有一個成就感 但是很遺憾的胰臟癌帶給我的 只是人生到目前為止 不斷的一個挫折與失落 這個也但是這種挫折與失落 並不會帶給我負面的影響 會帶給我一個往前進的動力 為什麼 因為胰臟癌其實以所有的外科手術來講 它是一個最複雜的手術 它牽扯到的一些器官 跟血管跟神經最多 所以它開到最複雜 能夠把它開好 其實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但是非常非常遺憾的就是說 不管你開得再好 病人的五年存活率 其實甚至有的文獻統計 只有5%而已 那大部分的文獻是在12%左右 也就是說100個病人 你很會開 用很厲害的方式去處理它 結果五年之後 對不起 大概八九十個病人 已經離你而去了 然後呢 離你而去之後 你還曾經跟他 當過一段時間的好朋友 然後他才離去 這種感覺在一個外科醫師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也因為如此 其實我在胰臟癌的原本呢 我們在接受過外科醫師的訓練之後 讓我再更進一步 去走癌症生物的研究 其實最大原因是胰臟癌 但是因為胰臟癌 實在是太千變萬化了 所以當我當年的博士論文 我跟老師說 我要寫胰臟癌的時候 老師跟我說 你還是先畢業再說吧 如果你以胰臟癌來寫論文 你是避不了業的 因為 所謂的論文 就是要同類型的病人 收集很大量 很大量之後 你去分析他們的東西 但是胰臟癌呢 每一個胰臟癌發生的點 跟細胞型態 常常跟進又不一樣 所以你沒辦法去研究出 一個很好的一個結果 這也是為什麼 直到現在全世界 沒有辦法對胰臟癌 提出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醫療對策的原因 因為 每一個胰臟癌發生的這個狀況 他要打的這個標靶的點 或者是基因的點都不一樣 然後他的治療的模式 都會千變萬化都不一樣 那一般民眾喔 聽起來既然胰臟還這麼可怕 甚至有部分被他提說 是一個癌中之王 你一般民眾 有什麼方式可以稍微遠離他呢 第一個 就是還是那句老話 菸酒不要碰 菸呢 的確它會造成這個 胰島細胞的一個發炎反應 也會造成胰臟的一個 細胞的一個破壞 那只要你造成 任何組織不斷的一個發炎反應 你就是增加它發生來變的機會 所以菸要注意 然後第二個 酒呢 因為酒它的一個刺激呢 也會造成一個慢性胰臟炎的變化 曾經有一篇統計發現就是說 當一個病人 他同時又有喝酒的習慣 又有長期發生 慢性胰臟炎的情形 這兩個因素加種的時候 他發生胰臟癌的機會 是一般人的七到十倍 另外一個 糖尿病跟肥胖 也容易造成胰臟癌發生的一個機會 所以人生很奇妙 我當年開始做外科醫生的時候 我其實不太喜歡去管什麼 減重肥胖的事情 我總覺得 癌歸癌 肥胖跟肥胖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後來發現 代謝跟肥胖 的確跟很多癌症 是中間有一些錯綜複雜的一個結合 也因為這個胰臟癌的氣息 讓我會去把減重代謝的這個部分 做得更好 我會去把它試做一個病做得更好 所以 為什麼我會對胰臟癌這個疾病 感慨這麼深 你可以從感慨分享到現在 也會發現 他對我的行醫過程 其實影響非常非常大 甚至跟我在求學深造的過程 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有放棄 就是對胰臟癌的一個治療的研究 那一般民眾我就講了 菸酒還有糖尿病還有肥胖 這幾件事情你必須要去避免 那再來要知道就是說 其實胰臟癌比較耗發在男生 所以男生也因為應酬喝酒 發生比例比較高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你不要以為這是男生的專利 現在我在看節目的觀眾 如果你是女性 你得知道在這十年內 女性發生胰臟癌的比例 也比十年前高了一倍 這個可能跟胰酒比較無關 但是跟肥胖跟代謝比較有關係 那胰臟癌它比較耗發的是 在老年的族群 是其實一歲以上比較耗發 如果真的是在55歲以前就發生的 是屬於早發性的胰臟癌 不管早發或晚發 它其實它的癒後都不好 一般民眾除了剛才講的 這些病因以外 有哪些症狀 你必須要注意到 我是不是跟胰臟癌 可能扯上一點關係 第一個就是有莫名其妙的黃胆 這個大概眼白變黃 這個是很常見的無痛性的一個黃胆 那或者是上腹部 尤其是左上腹 有一些悶悶的不舒服的時候 這個也是你必須要考慮就醫的情形 或者是莫名其妙的體重減輕 胰臟癌非常非常討厭 就是說它所有的消化到的症狀 它可以千變萬化 所以它並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症狀 比如說像我們每次一血變 我們就會趕快想到大腸癌或便秘什麼 我們可以想到大腸癌這些 胰臟癌呢 它有形形色色的一種變化 某些類型的胰臟癌 它以皮膚癌來表現 所以我們當然就不要把那種很非特異的症狀拿來講 一般民眾就注意到自己是不是眼白有比較黃 皮膚又比較黃 怪怪的 你就要考慮一下這樣的問題 上腹部尤其左上腹不是 也要考慮莫名其妙的一個體重減輕 這三個請你就是尋求消化內科醫師也好 或者是消化外科醫師也好 去幫你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評估跟篩檢 所有的統計數據聽起來我講的非常非常難聽一點 就是為了讓大家有一個印象而已 某種程度上來講是在吊書包就是賣弄學問的意思 其實所有的癌症對於仍然存活者的人 它的存活率就是百分之百 永遠不會有活一半存活率百分之五十的 我自己即便胰臟癌的這種癒後這麼不好 我必須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自己也遇過89歲的胰臟癌的一個男性 他呢因為他癌症已經厲害到開不掉了 所以他癌症根本沒有開掉 可是胰臟癌有的長的位置不一樣 他會去塞住你的膽管造成我說的黃膽 或者是塞住你吃東西的地方讓你食物完全下不去 對於那個89歲的男性 我們如果要很完整的幫他把癌症開乾淨 必須要同時切他的胃 十二指腸 膽 膽管 跟胰臟頭 你想一個89歲的男性怎麼承受得了 那我們就把你塞住的地方幫你接通就好囉 那這樣那我們當初預期 這種開不掉的癌症 又是這麼兇猛的胰臟癌存活率又這麼差 繞到讓他有一點生活品質游三碗水就算了 所以當年他89歲我們想說半年到一年 讓他陪伴家人就好 結果你知道他到最後是在95歲才過世 而且他95歲的時候過世 不是因為胰臟癌 他是因為心肌梗塞過世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雖然我們可以分享這麼慘痛的這一個癌症 但是請大家萬一萬一 我們也想盡辦法去遠離他了 我也該注意都注意的 但是我真的不幸得了胰臟癌 請你適度的去面對他 我相信上天會有他的決定 不管是對病人或者是對醫療的未來 大家都會找出更好的方向 提供大家更好的品質 那也在此祝大家能夠遠離各項癌症的侵襲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健康多一點有YouTube囉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可以得到最新的資訊喔